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台北股市 維持在一個平盤之上的一個 下幅整理 第一個以指數來看 這個12000點的整數關卡 還是有一定的 這種心理壓力存在 這種往往遇到這種整數關卡 有時候總會 做比較多的一個來回測試 類似像先前的萬一關卡 也是震盪許久之後才越過 越過之後又震盪整理再越過 就是說 這個多方的走勢 當然絕對不會一波到底 也許 大家有可能 陷入到過去11月份 這種狹幅的區間整理的可能性 我認為是比較高的 因為 畢竟再上去可能大家就要看12682 好這個上檔的一個反壓還是比較重 不過這不代表說這個行情就是空嘛 就像我講的 11月份指數整理完再上 也許這一次拉高之後先休息 休息之後呢 OTC就有機會表現 因為中小型股喔 往往有時候這個市場有點悄悄板的效應 就是說大型股在供的時候 OTC休息 大型股休息的時候 OTC供 這兩天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所以說在今天 大型指標股休息 大型指數沒什麼漲 OTC相對來說是收了一個實體性的一個紅棒 所以我覺得從不同角度面來解讀 所以我覺得從不同角度面來解讀 就是說在整體的架構來講 小型股喔 還是具有表現的一個空間 好 那我們最近觀察的重點 當然先前我討論到一個叫做 法人作帳 或者是低基期的一些銅板股 像是面板族群 今天是很明顯的起步反彈 有搭 欸 佔回票面額10塊 群創還差一點 不過是還有機會 彩晶 我們最近也有法人作帳的題材 華興集團的個股 也是中小尺寸的面板指標股 今天也在做攻擊 好 再來 順著這一波的一個 嗯 產業趨勢來看 我會認為說具備所謂成長性轉機性的個股 業績成長的 你一定要多加留意 因為 真的 嗯 當它還沒有正式反應力多爆發之前 往往在這個時間點上 都是一個不錯的進場時機 像我們先前談到的 3189的景碩 我說這很標準 沿著上升軌道線持續攻高 因為它是在這一波PCB族群當中 算是在第四季以來表現最好的 因為同樣的時間周期畫面 我們切不同的個股 你一看就知道 星星破了季線有點做頭的疑慮了 2367的耀滑也是破了平台整理區破季線 也有做頭的疑慮 反而我們談到的景碩 為什麼能夠守得這麼穩 因為利空已出境最壞情況已過 明年我們都知道5G的產品會陸續問世 這些用BT載版的需求量會增加 這一塊就是景碩主要的產品 所以它的一個明年的成長性是很令人期待 所以為什麼最近法人都在做加碼 就有它的道理存在 外資投信同步站在買方 然後再來像這次蘋果AirPods Pro 採用這個SIP機板 那請坐也是拿下了這個供應商 然後打進了這個供應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新的研究報告的主題 明年藍牙耳機的產品出貨成長會比今年高九成 全球的TWS耳機出貨量可以高達2.3億組 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 今年大概1億多 明年2億多 哇很誇張 所以相關的一些指標性的個股 我覺得都可以把它列入觀察 像做電池的性能高 今年的營收已經算歷史高了 拉回平台支撐區修正整理 有機會休息再上 然後像是這個裕太 麥克風的還是維持強的格局 這都是我們過去所談到的 所以這個盤我說絕對是還是相當熱鬧 聯發科今天又創高了 是43.5 當然它比較高價高機期的 我們之前談到聯家軍旗下的志遠 我說明年的成長性也是相當有看頭 這個地方我覺得它會有機會拉出一個補漲 所以我覺得蠻多的個股投資人 其實在現在要好好把握住機會 那都歡迎各位跟上我們的腳步 一起進場一起賺錢 最後一集投資人操作順利 掰掰 本公司與所推介之個別有價證券 如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訂閱內容 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它用力的按下去 有什麼精彩的分析內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可以觀看到過去的一個紀錄影片 想要提問留言區的部分 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 叮噹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收看到最及時的資訊跟影片